穿进校园文后,我摆烂了 本来,只想做个废物 没想到被校爸和娇软女主逼成可回收垃圾 不想搞感情了,只想搞学习 于是,女主被校爸表白的时候,我被学院表彰 女主被挂表白墙的时候,我被挂荣誉墙 男女主毕业领结婚证书的时候,我收到了985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主角,学习和前途 我赢你们太多订阅恋恋推文,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证文现在开始 我醒来的时候,看着上学期61的成绩陷入沉思 幸好,没挂科,不然今年讲学金得泡汤 听到我的庆幸感叹,设有叶兰赤笑一声 没挂科,不是你的功劳,是老师的努力 这倒是,此话我诡异地认同 但叶兰见我没反应,继续开口,你这计点还想讲学金 除非你下学期考第一,不然就你天天恋爱脑的,不可能 她跟我不对付,在这里,谁都跟我不对付 而且我之前确实是恋爱脑,天天追着校爸跑 我这个恶毒女配,没什么钱,就是跟辅导员和系里老师关系好 时常给女主穿小鞋 总要定个小目标的吗 我画风一转,拿起大学英语课本 她不屑,一边准备上课资料,还不忘嘲讽我 我们系里第一流心仪 大一时候包揽各项唯一名额的奖学金 要不你试试把人家财脚底 哦,试试就试试 行,我由衷地感慨,这个小目标倒是比一个亿要简单点 叶兰看我的眼神宛若在看智障 算了吧,不自量力,别发疯了 我耸了耸肩,不发疯,我发什么,发红包吗 说不定呢,要不咱们赌一个 叶兰甩了甩头,不赌 这种毫无意外的赌局没意思 无所谓,口舌之争远远不如摆在眼前的事实,来得打脸疼 回头得查查她包揽了哪些奖项 我马不停蹄,朝着那些奖项努力 校霸追妻,女主谈恋爱,我搞学习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所以现在,我面临的问题就是 如何在四个小时里睡满八个小时 然后剩下的时间用来学习 教学楼里,上课的铃声十分尖锐刺耳 夹杂着同学迟到的哀号声 宋婉琳,你也去上课 叶兰看着我抱着课本出门,不可思议 我震惊了,上课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她也震惊了,但今天是贺佑的篮球赛 你不是会去为她加油打气吗 不就是笑篮球赛而已,值得吗 但说起篮球赛 我脑子里会不自觉地脑补一些美好的画面 少年,抱着篮球,笑容自意而洒脱 唇角扬起的弧度,清爽又得意 而笑霸就是人群中最显眼的少年 随性又不羁 难怪可以让从小到大都不曾见过 外面天大地大的刘欣怡羽羡慕且憧憬 但也仅此而已了,我心里只有学习 如果还有,那就建设美丽祖国 争作勤奋富婆 勤勤爱爱都是假的 只有成绩和奖金给的安全感才是真的 环顾一圈,我惊讶地发现 一向老师眼中的乖乖学生刘欣怡 居然还没到 讲台上的老师试的是麦克风 带起厚厚的眼镜片,开始点名 叶岚,道,宋婉林,道 我的心安安庆幸,还好今天来了 终于,教宏观经济学的老教师 抬头看了一圈,刘欣怡 无人回应 老师又再次清了清嗓子,刘欣怡 意料之中的,一片安静 刘欣怡的同学回去告诉她 缺席一次,平时分扣十五 我的课不接受无故缺席 更不接受事后补价条 我第一次讲课,就立下的规矩 说完,老师拿着笔在名单表上涂涂画画 阶梯教室里一时间起了窃窃私语 刘欣怡这个名字太过响亮 以至于大家都抱着吃瓜心情 叶岚也恍惚了一会,喃喃道 不应该啊,她可是从来不缺课的学霸 我翻开课本掩盖笑意 有什么不应该的,陷入爱河中的人 总是有点盲目的 更何况是处于甜蜜的暧昧期 胡说,叶岚气鼓鼓,你就是嫉妒人家 我直接摆烂,啊对对对 下课之后,教授随手指了我去帮她 将期中论文放回系里的办公室 我一边哼着歌,一边走去行政楼 朋友圈里多了很多帅照,几乎都是贺佑的 不得不承认,这个笑霸很帅 但形势作风很霸道 如果是她占了羽毛球场 其他人就只能在外面等着,没人敢打扰 据说她有一百种方法让人不好过 听起来很酷吧 但这应该属于校园霸凌的范畴吧 一边刷朋友圈,一边打开门 我无意间一抬头,吓得我差点把手机丢地下 办公室里是贺佑和刘欣怡 贺佑握住刘欣怡纤细如玉的手腕 按住她的腰肢,半身下压,猛地将人扣在墙上 而刘欣怡像是受惊的小鹿 嘴巴微微张大,脸色通红 看得出,心里的小鹿乱撞了 她已经落入她的陷阱,没有退路 正当空气开始升温,气氛开始暧昧 呼吸开始急促 我这个不速之客闯入了 像是一个没有礼貌的电灯泡 在缺电的时候还开着几百瓦照亮世界 见到我不合时宜地开门 贺佑的动作有一瞬间的迟疑 运露地转头看我 她的眼角,不知为何,有点红 那一瞬间,我脑海中已经补齐了多本校园 填文必备要素 男主掐着女主的腰,红着眼把她抵在墙上 声音低沉而沙哑,跟我在一起 我把命都给你 不行了,要抠出梦幻八笔停尸房了 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了,你们继续 就算你把命给她,我也不会有意见的 我反应超快,说完之后一把关上门 为什么他们会在办公室谈恋爱 还这么多人爱看 不过,刚刚宏观经济学的老师讲了 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大手 默默起着独一无二的调节作用 有人看,就自然有人写 看的人越多,写的人也越多 思前想后,心里的烦闷一死而空 啪哒,正当我稍微输了口气的时候 办公室的门从里打开了 再然后,贺佑高大的身影就从里走出 刘欣怡轻轻柔柔地跟在她身后 我默然抬头,恰好对上一双寒怒的眼 贺佑嘴角勾起一抹近乎嘲讽的弧度 慢慢俯下身,看着爆了资料的我 一字一顿,宋婉琳,我对你没感觉 你最好不要让我发现你再来坏我的好事 不然,我不介意给你点颜色看看 我...救命,她好油 还有,红眼病千万别传染给我好吗 我小幅度地点头 然后抱着资料尽量降低存在感地交了作文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都是能躲就躲 躲不过就装乌龟 班里的人都知道我喜欢贺笑靶 但他们期待很久的两女抢一难民场面 始终没有出现 即便我故意躲着贺佑 但他们的消息依旧不静而走 一个情长浪子,一个乖巧软妹,格外的配 背上书包准备出门的时候 叶兰经过 今天省里篮球赛的预赛在我们学校 你也要去凑热闹吗 我摇摇头 不是,大家都去看篮球赛了 图书馆就有位置了 叶兰 另外一个摄友也惊叹 你最近怎么了 怎么你对贺佑良的字一点反应也没有 我正了正 胡说,明明很大反应 他拉小组参加的设计大赛 我也准备参加呢 但听说最近校爸只顾着谈恋爱 把所有任务都丢给了其他人 他的队友碍于情面和威压 敢怒不敢言 另外一个室友看了我很久 若有所思 听说考试周结束内上 和又打算在操场表白来着 我一边刷着六集的题目 一边随口附和 表白就表白呗 这么高调 让我去抢亲截胡对吧 室友立马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宋婉林还是暴露本性了吧 我不以为然地继续刷题 他却以为戳中了我的心思 兴奋不已 但管他主线歪得连他妈都不认得 我只想学我的习 考完四六集 之后要考商务英语 说不定还得整几个从业资格证 美滋滋 你是想卷死我们吧 叶兰看我不为所动 有点心虚 咽了咽口水 我笑了笑 卷得王中王 方为人上人 今天是考试周最后一晚 上学期我的记点太拉 这学期我必须要重新补回来 考系第一已经不是我的目标了 我要把记点重新拉上去 就得得高分 买完提神奶茶之后 我又碰到了贺佑和刘新仪 为什么是又呢 主要是因为 我出门就容易吸引主角 无形的大手把他们推到我身旁 某种意义上 我也是个主角了 宋婉林 你怎么又来了 贺佑声音压得很低 表面温和 但坏心情显而易见 刘新仪此刻也不满地瞪着我 英红的唇紧紧咬着 怎么 这里是你家的地吗 我等个公交不行吗 我还特意大大咧咧 站在他们前面 这对俊男美女很惹眼 公交站一方之地 很快也成了焦点 走 新仪 贺佑撑着伞 搂着刘新仪 不屑于我为伍 我目送他们 背影高低依偎着 他们慢慢撑着伞 漫步在雨中 沉浸在幸福里 似乎空气中都飘出 甜蜜拉丝的味道 如果我磕CP的话 肯定疯狂地匡匡撞大墙 公交来了 我收起了伞 收回目光 乘上了回学校的公交车 雨细细细 声同的雾气 将窗外的景色模糊了 还酝酿出了一大片的乌云 漫步雨中 很有情调 但我对这种浪漫 有点过敏 走回去 太浪费时间了 公交车司机一脚油门 我轻易地 超过了前头的两人 窗外景色不断往后退去 对着颇有瓢泼之势的雨 我朝天许愿 贺佑 刘新仪 你们一定要好好走下去 而我 坐车 这样走回去 他们的专业课考试 是肯定会迟到的 到时候 别说讲学金了 连记点都难保 但我管不了这么多 随手打开手机刷了起来 不刷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本人 宋婉林 今晚即将要在操场 趁喝又表白的时候抢亲 截胡 夺玫瑰花 谣言中 一张疯传的聊天记录 来源成迷 头像上的马赛克 马的比今日说法里的 嫌疑人还要厚 我无语良久 一直到考完宏观经济学 我都想不明白 到底是怎么传出这种谣言的 经济学考题 完全在意料之中 但男女主 却不按套路出牌 有点累了 学习累 生活累 考试累 这大概就是人生积累吧 既然如此 就去吧 顶着晚上38摄氏度的月亮 我踏上了操场 让这个主线 崩得更彻底一点 歪得更热烈一点吧 夏夜的校园 晚风卷起热浪 还夹杂着考试周完毕后的自由气息 走到操场附近我才意识到 今晚格外热闹 晚上9点半的操场 也莫名多了好些人 跑道上 足球场上 沙池边 往常这个点 大家都在宿舍里打游戏 或者一手考穿 一手啤酒勇闯天涯 而这些同学的视线 都有个统一的方向 那就是主席台前 不用看 看就是校爸贺佑 他大大咧咧地 占用了红色跑道 但却没有像传闻那样 用最寻常的玫瑰和蜡烛来表白 而是别出心裁地站的地方 类似小舞台 架子鼓 吉他 背丝 键盘 音音俱全 而主唱 毫无疑问就是贺佑 站在这一方小舞台的 还有刘欣怡 那个位置一圈 都被围观的同学 堵得水泄不通 大家都是半玩笑 半看热闹的状态 很快 人群中传来出挑的歌声 我可以 陪你去看星星 我抬起头 觉得有点惋惜 今天夜色浓重 没有星星 贺佑拿着麦克风 歌声不断 随性起寒情 不用再多说明 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唱到这个时候 周围一片呼叫声 有的甚至是尖叫声 隐隐约约能看到 刘欣怡清亮的眼睛里 隐隐有笑意 两三浮起淡粉红韵 在盛夏里 焦如池塘里的荷花 如果你问我 当场课CP是什么感觉 我只能回答甜思思的 感觉不错 如果再问 为什么不自己弹一个 我只能说 动了心也要握住笔 对的人会站在前途里 如果还问 别问 再问收钱了 此刻是静悄悄退场合适呢 还是高调拆台更风光 纠结 但我忘了 小孩子才有选择 贫穷的大人 根本没得选 下一秒 我就在人群中 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他们好浪漫 但怎么没看见宋婉林 他不是号称 贺佑的头号粉吗 那 不是来了 我心一惊 正沉浸思考 谁把我出卖掉的时候 有人在后面推了我一把 这一推 我压根毫无意识 踉枪几步向前 本来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 一下子散开了通路 不瞧 我就站在中间 就是这么不经意间 跑到了这对小情侣面前 伴奏和歌声骤然一停 取而代之的是 更兴奋的窃窃私语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我身上 好尴尬 怎么办 我集中生智 直接朝着刘欣仪方向冲上去 然后一脚踩在不远处 空空如也的矿泉水瓶上 贺佑护住刘欣仪的手 甚至还没抬起 就将在半空 周遭的人眼睁睁看 我才扁了矿泉水瓶 弯腰捡起 麻利的放进袋子 对不起大家 看这水瓶不要了 我收了哈 今天我在路上 看到小学同学在捡水瓶 当时我就震惊了 没想到这行的竞争也这么激烈 顶着众多人震惊 甚至傻眼的目光 我转身挥了挥手 下次还有这种好事 记得叫我 离开是不可能顺利离开的 我还没走两步 后面的贺佑 就拿着麦喊住了我 宋婉林 你的意思是 你来这捡破烂 当谁是破烂呢 我脚步一顿 周围一阵安静 天地良心 我真没有这种想法 转过身 我看到贺佑 正开刘欣仪的手 静止朝我走过来 我连忙后退几步 等一下 你别过来 我有巨物恐惧症 我怕大傻逼 前了几步 听说你今晚打算 砸我贺佑的场子 我 谣言 我今晚要考试呢 边也看看 我的考试安排好吗 晚风袭袭 仿佛吹来了 他身上的巨傲和轻视 让我慌了慌 今晚明明很热 怎么我后背全是冷汗 莫名的我脑海里 只有一句话 不要打架 打输住院 打赢坐牢 生怕事情到大 吉他手帅哥 也赶忙几步上前拦他 贺佑算了 不就是一个小插曲 不影响你跟嫂子 我也慌了 你真停下了脚步 露出了不屑的神情 那你这水瓶 可能是我空耳 一下子听差了 你可以质疑我的人品 可以质疑我的成绩 但是 请不要质疑我唱歌的水瓶 贺佑敏锐捕捉到了 我莫名的理直气壮 没促成穿字形 你说什么 我上前一步 就差掏出包里的空瓶子 当麦克风 我不是来砸场子的 虽然不知道 你哪听来的风言风语 但你在编排我 我也不会怎么样 最多也只能给你唱个歌助行 好啊 贺佑还没发话 人群中突然出了一道娇柔的声音 刘欣怡走了出来 淡淡扫了我一眼 然后低笑一声 握住另外一只话筒递给我 这个音质大概会好一点 不是吧 来真的 我犹豫了半秒 刘欣怡显然没打算放过我 娇笑一声 不敢接 一句话 成功让刚刚还热闹喧嚣的人群 顿时消减热度 倒也不是不敢 只是怕他们难堪 抬眼 刘欣怡扬眉 微笑 她似乎很想把我架在进退两难的境地 然后看我灰溜溜地从这个场子退出去 好啊 我果断接过麦克风 刘欣怡眼里没掩饰住一瞬间的惊讶 此话一出 贺彩声如雷鸣响起 声浪一波高过一波 更有男声吹口哨助兴 比人不才 以前全民K歌上好歹过万粉丝 业余翻唱 代表作业不多 也就当初翻唱好几首苦情歌出圈 像是主流的备胎舔狗歌曲 首首翻唱多过百万播放量 如今 也算是备胎歌手在就业了 沉寂了多个月的唱歌DNA动了动 我让一个同学帮我拿着手机录视频 那给大家来两句嘉宾 思前想后 还是这首歌的歌词最应景 一开口 除了贺佑 其他人都很兴奋 感谢你特别邀请 观赏你要的爱情 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 我一个单身狗 硬生生唱出了被劈腿18次的气势来 余光还撇见一个男生红了鼻尖 似乎深有同感 快结尾的时候 我还走到人群边缘 看着不远处的贺佑 知道的是我来凑热闹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欠他十万于七三年 我深呼吸 唱了准备好的最后一句 我试着衷心祝福你 请原谅我不体面没出息 选择失陪一下先离席 还没唱完 我果断丢开麦克风 趁众人猝不及防 立马从人群中逃窜而出 据说当时我跑得太快 场子刚刚热起来又冷了 而且流星一半路似乎收到了不考通报 一气之下率先丢下贺佑离开 笑霸表白 就这样第一次光荣失败 如果问昨晚除了一地鸡毛还剩什么 大概就是我那嗓子割喉的录像 我已经在朋友圈刷到五个不同角度的近拍了 但最清晰的还是自己手机的视频 新认识的客友萧淼淼凑近我的手机一看 没想到你还挺上镜 视频里拍点皮肤很不错 用的什么护肤 我莫测一笑 菊花牌手机 白平衡K4600 强度加3 精细度加2 饱和度加2 色调加1 独加参数 不要外传 萧淼淼 你知不知道提到宋婉林 大家都只会想到备胎 我慢条斯里的交完期末设计 还有这种事情 他把手机递过来 示意我看几个评论 萧凡员 痛 真的太痛了 慈母手中线 听得出 他为了这段感情掏心掏肺 只是无缘无分 变得撕心裂肺 最后装作没心没肺地唱出祝福 一首歌还能引申出 本人这么丰富的感情经历 但我能唱成这样 主要还是老天爷赏了撒瓜俩枣 继续看下去 还有更无语的 案件伤人 宋婉林唱的也一般 没有共鸣 主要还是阅历浅的缘故 所以在感情表达上欠缺 如果想有所发展的话 我可以给你一场撕心裂肺的感情 我 对不起 我心里只有学习 教授办公室门口不远处 就是公告栏 一张不考通知 引起了我的注意 刘欣怡的名字赫然在列 本校规定 挂科一次 本学年取消奖学金评选资格 而不考后的计点 一般只按及格档次计分 这就说明他今年指定 被这颗拖后腿 发了消息 本学期全专业成绩排名已出 私聊学尾即可查询 据说学校为保护学生隐私 特吩咐学尾不能公开成绩表 于是我特意去私聊了一下 半分钟后 学尾把整个成绩文档发来了 自查 隐私保护了个寂寞 看到成绩表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我有点紧张 萧淼淼疑惑 你怕什么 我咽了咽口水 怕我不是学习的料 其中之后这么卷 还不能进步 萧淼淼有点不耐烦了 直接拿我的手机点开文档 别慌 相信自己 是金字总会发光吗 对吧 老铁 我 说谁是铁呢 萧淼淼这嘴 大概是开过光的 我还记得他在军训求雨 当场让军训停了半周 最后我蹲在行政楼下 半眯着眼看了成绩表 本学期专业第二 甩了第三名一段距离 不错 之前倒数第二来着 我们专业满打满算 有120人 但上学期有点拉胯 平均下来 勉强踩在专业前5%的线上 萧淼淼打去我 不是第一 很遗憾 我内心狂喜表面平静 还好 第一的大哥只知道埋头学习 在评奖学金上 只有学业成绩奖能对我造成威胁 而刘欣怡 虽然大部分都发挥正常 但也仅此而已 一个学分高占比重的课程挂科 影响重大 飘远的思绪还没回笼 突然一辆奔驰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停在我跟前 车速极快 以至于刹车时 一道刺耳的刹车声 在空旷校门口 突兀的响起 萧淼淼见我愣住 连忙拉我一把 愣住干嘛 想碰瓷贺佑 敲诈他一笔 我先是摇头 而后又果断点头 如果可以的话 萧淼淼朝我竖起大拇指 不错 有梦想 谁都了不起 贺佑随意扯了扯铃口的扣子 松上几粒后 才慢条斯理的下车 我没理会 想继续走出校门 但贺佑似乎存心不让我走 硬生生拦住我 宋婉林 挖我墙角 我甘笑了一声 贺少 找错人了吧 我对刘欣怡仪又没有意思 但对她的奖学金 倒是很有兴趣 贺佑心情不耐 神情 尽显压抑深沉 曹业 朱文 都是跟我一起参加 省里创新创业比赛的 他们为什么退赛了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 我怎么知道 正当我准备开口的时候 他又继续了 但我从院籍老师那 看到了新名单 他们加入了你的团队 讲到这 我差点笑了 人心如秤 能称量谁轻谁重 他们为什么退你不清楚 双创赛艰辛 少一个队友 就能压垮一个队伍 更何况是少了两个 只顾着谈恋爱的人 但贺又一心认死里 还掺一点恋爱脑 你想要什么 给你一笔钱才肯走 我宋婉林是这种人 是这种人 我还用去捡矿权水平 下一秒 我反手掏出国家反诈APP 给钱 不要要钱不给 反诈中心电话96110 别想坑我 他一噎 周身气压明显降低 沉了声音 这仇 我记下了 我连忙补充 别 君子报仇 十年太晚 这种东西 跟现金一样 柜台当面点清 离柜盖不负责 还没等说别的 曹业匆匆忙忙 赶来拉住贺又 哥 这是别牵连人家女孩子 贺又甩开曹业的手 抓过他的衣领 你背叛我 曹业立马心虚 别过脸 兄弟 价可以打 酒可以喝 你有困难我也可以帮忙 但你说双创赛 那没得谈 这东西跟前途关系太大了 前途 贺又话里全是讽刺 你不就是想得奖吗 不就是我家一句话的事情 这口气可真大 我没有来得想 如果刘欣怡当初 答应了贺又的表白 很多奖项 还不是囊中之物 但我很快就剔除了这种 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 曹业哭丧着脸 但我家老头不给走后门 说做人要光明磊落 贺又一生气 给了路边的共享单车一脚 曹业有点无措地站在一边 不敢出言阻止 也不敢冒犯这个大魔王 共享单车颜色有黄有绿 不同品牌分别摆在路边 排头的黄色单车 被踹了一脚 像是多米诺骨牌 连着后边的黄色单车 倒了一片 隔着空气 我都能感受到 这些车的无奈 就想好好地站在路上 突然被疯狗跑出来咬了一口 看着倒成一排的小黄单车 还有旁边顽强站立的小绿单车 这两拨单车格格不入 我不禁陷入沉思 萧淼淼将单车扶起 你又误到了 确实明白了点什么 比如 可倒倒一定连续 连续不一定可倒倒 萧淼淼失语良久 我以为你 在为没排队退回 共享单车的押金而难过呢 有一点吧 开心的时候搞学习助助性 难过的时候想学习分分心 远远看到刘欣怡靠近的身影 我立马拉着萧淼淼跑 不说了 下周得去乡下 有个时间报告要提前准备 乡下 萧淼淼一边跑一边摸不着头脑 我解明恶药 8月有一个英语大赛 和商业市场调查分析大赛 这些都属于A类项目 评选加分最多 你还有多少惊喜 是我不知道的 有吧 我们学校的官微和官方公众号 我都有投稿校园攻略 过稿了也加分 加什么分 奖学金评选加分呀 萧淼淼再次朝我竖起拇指 这些活动都是在课外竞赛项目表格中 结项评奖都会得到加分 你怎么一下子逼自己这么急 马上可是暑假呢 我莫测一笑 时间不多了 想趁暑假弯道超车 他感叹 也是 弯道快才是真的快 谁吃席不会加菜 我没说话 不置可否 萧淼淼不知从哪接了个传单 要不帮你报名校园十大歌手吧 一等奖三千块 文艺类比赛也加分 还有专门的海报 而且你在唱一首嘉宾 肯定人气爆表 我脚步一致 我看上去是这么功利的人吗 萧淼淼回头看我 难道不是吗 对 还真是 暑假下乡的第一天 我晒黑了两个度 今年的高温有点反常 七月的太阳就差把地面全部烤干 不巧的是 刘欣怡也报名了这个活动 还入选了 不出意外 贺又也来了 贺笑爸据说连线下面试都不需要 直接内定 现在我们要去另外一个村落参观 那个村落上了全国百大最美乡村榜单 刘欣怡一上大巴车 就率先坐在我身旁的位置 你好 宋组长接下来多多指教 不是 你怎么连谈恋爱都摸鱼 我说话忘了过脑子 脱口而出 恋爱就好好恋爱 来跟我抢学分算什么 而且我平生最恨人摸鱼 你都摸完了 我摸什么 他愣住 我这几天都有好好走访的 我反应过来说错话了 连忙补救 没有没有 就是能不能请你移步到后面的座位 刘欣怡半玩笑地问 我看这位置没人才来的 是我爱到你了吗 我从未和刘欣怡单独谈过话 不知他此举何意 我半眯着眼 对 你压到我隐形的翅膀了 他笑容一致 撩头发的动作疏然将助 其实我说得很委婉了 坐在刘欣怡身后一排座椅的贺又 唇线紧敏 表情不耐 最后他起身牵住刘欣怡的手腕 稍稍用力就把人带到他那排座位 刘欣怡试图挣扎 却没有拗得过面带韵怒的贺又 我面无表情地看完了全程 小情侣还在吵架呢 拿我当挡箭牌算什么 想到这 我拿起手机 悄悄给刘欣怡发了微信 别拿我在贺又面前试探他对你的态度 你就这么不自信吗 他没回我 只是下车前不服气地看了我一眼 刘欣怡在闹别扭 我在和小学的孩子策划汇报演出 贺又花心思哄人 我在和村里的书记探讨古老产业振兴路径 他们终于和好如初 我的调研报告也收获了全组唯一的一个优秀评价 这个评价让我收获了个校级表彰证书和推文宣传 每天我除了远远地看他们谈恋爱 就是沉浸在书记的大力发展乡村振兴的激情演讲之中 8月底的时候 系主任还特意找了我 你这副赛成绩不错 我愣了愣 怎么个不错法 系主任服了服厚厚的眼镜 这个成绩 别说是稳进决赛了 就算是你在决赛现场踹考官一脚 他都得夸你文武双全 我没忍住校出生 暑假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同行的曹叶说 贺又确实对我颇有威慈 我眼皮一跳 继续抓着曹叶问 那我会不会哪天就被人套麻袋了 不仅三天饿九顿 还得挨闷棍 他揉了揉被我抓红的肩膀 没事 我答应帮他搞定这次时间报告了 除了实验报告 曹叶还承诺完成下学期的高数作业 以及语文小论文 我不禁感叹 这人 设计作业一般 设计人倒有一手 话音刚落 曹叶疯狂朝我识眼色 我往后一看 贺又正从一楼上来会议室 好险 差点真的要挨闷惯了 贺又上到会议室 抱起胳膊看我 怎么你也在这 曹叶看他脸色不善 立马圆场 下周讲学金答辩 来领材料 手上一叠是讲学金深报表 还有我的实践带队优秀证书 刚辅导员还让我好好准备 说很看好我 贺又抬眼打量了我一下 巧了 我来帮女朋友领表格 你也是 不知怎的 我在这语气里听出了轻视 看来他对我之前的学渣 滤镜太重 不知道我这几个月 是怎么摇花手起飞的 是啊 要不到时候来达边现场看看 我微微汗手 跟他对视 贺又对我的挑衅很感兴趣 肯定来 但不是为了看你 看刘欣怡 我知道 但无所谓 名额很少 看花落谁家 贺又拿了资料 很快就离开 只剩下我和曹业 还在摸索填表 我哼了声 他很想看我笑话 看我被踢出局势吧 曹业随口回答 目测似的 我不以为然 看吧看吧 我就知道 很多人想看我笑话 等着吧 我还有很多笑话 曹业 校级讲学金答辩 在图书馆下的 大型教制宫礼堂进行 还让每个班级 抽出十个人参加 整个阶梯礼堂 都被做满了 我不禁有点紧张 而身边的刘欣怡 握着贺又的手 在互相依偎 台下萧淼淼 给我做了个牌子 我宋婉琳的名字 一闪一闪的 有点像那种 打靠物现场 宋婉琳 拿奖请吃饭 要求不高 抱身制度就好 我谈了一下 萧淼淼的脑瓜崩 美的你 还没着落呢 每个学院 仅有一个名额 而刘欣怡 恰是我的竞争对手之一 主持人已经在开场了 而我努力地在调试 刘欣怡是第二个 她在我前面 落落大方地发言完毕 汇报台风很稳 赢得阵阵掌声 轮到我了 上台的时候 我和刘欣怡擦价过 她笑了 给了我一个势在必得 让我别白费力气的眼神 我也笑了 胸有成竹 台上的灯光集中到我身上 我从容地做了自我介绍 成绩上 我本年度全年加全92 居专业第二 当然 和之前的同学比起来 我觉得这个成绩 实在不算什么 但我的优势在于 到这 我直接晒出了成绩单 和各种获奖证书 为了节目效果 我在做PPT的时候 将奖项分了几个层次 显得条理清晰 台下看到我的证书 和成绩单 起了一阵窃窃私语 伴随着我的自我介绍 议论感叹声更大了 这似乎比前面 刘欣怡还厉害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这个学院真的是神仙打架了 先有校霸追学神 后有苦情歌手后起之秀 等一下 我怎么就成苦情歌手了 余光中 我还撇到了萧淼淼从脚下拿出那个写了宋婉林的牌子 疯狂咬着 差点全场他最瞩目 系主任还在答辩过程中 照服了我一下 第三页PPT里的创新创业大赛 这可是我们学校第一次在省内大赛获得一等 我心领神会 立马点头 现在已经继续参加上一层次的挑战杯 希望今年内还能有好消息 而且我们已经联系了校企 很快也能解决启动资金问题 不瞧 这个项目就是我挖赫又抢脚抢来的 半路挖到宝 我起步比较晚 所以后期都专门挑A类项目比赛参加 虽然获奖数量不如前面的刘欣怡 但都是精华 加分额度一个顶俩 台下评委都和蔼的笑了笑 提起笔很快的就写了答辩分 无意间 我和台下刘欣怡的目光撞上了 他坐在前排 朝我比了个嘴形 算你狠 他的心情我明白 并且深有同感 自己的失败固然可怕 但对手的成功更令人揪心 很荣幸成为刘欣怡的对手 还赢了 宣读获奖名单的时候 我有一瞬间恍惚 刘欣怡提前离席 贺又也跟着追了出去 这对经常挂在表白墙上的神仙眷履 还引起了礼堂内不少人的注意 有人惋惜 有人笑叹 但更多的是唏嘘 我不禁在想 如果其他心愿都实现的话 失恋也不是不可以 我拿着战利品证书回宿舍 是有夜兰一震惊 手机掉地下了 捡起来手机 我好奇地问了句 你在看什么 夜兰难难 学神刘欣怡怎么会输给你 怎么不会 神也会跌下神坛呀 对床室友补充 我们再看表白墙 刘欣怡的室友投稿了 贺又直接发了个大红包 给刘欣怡安慰他失利 而且最重要的是 那个红包数额 跟院长奖学金的金额一模一样 我早知贺又是富二代 但没想到这么阔绰 这大概就是成功源自后天的努力 但是如果有人替你努力 那就可以后天再努力 经历两天 先休息把我倒在床上 我不嫉妒 刚在行政楼拍了大头照 过段时间 我的照片能被挂在荣誉墙 表白墙 荣誉墙 都是墙 那可差远了 夜兰闷闷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烦躁地回去看综艺 婉林 打算考研吗 有人问我 我果断回答 当然 但我们学校不是有保研名额吗 夜兰也横插一句 天啊 很难申请的 我有点无语 为什么她看着很沉浸综艺 但一设计这种话题 就能及时冒出来呢 再难又能怎样 我兰兰打个哈欠 是我的就是我的 不是我的 争一争也是我的 奇怪的是 夜兰紧紧敏唇 没有反驳 更没有说我疯了 原本想接下来低调一点的 可是实力不允许 校园时大歌手的决赛 我的表演现场 被之前看我在操场唱歌的观众 顶上了热榜 最后 网络人气第一 总成绩第二 据说那段时间的学校论坛 有一半帖子 都是关于我的 另外一半 则是刘欣怡终于答应了 贺少的表白 贺少霸表白成功 本人凭借一己之力 居然和两个主角 在论坛上分庭抗礼 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前三名的歌手 都有一阵子的广告牌宣传 作为奖励 我还拿了点奖金 宿舍门口的滚动广告牌 天天会划过我的半身照 另外的室友站在广告牌面前 仔细端向我的照片 这半身照 修得还不错 我骄傲 当然 修了一天一夜的 能不好 萧淼淼面无表情的插画 不用修 很漂亮 下时间露出笑意 如果长得好看要交税 那你肯定养得起 这个地区的公务员 如果长得好看要判刑 那你就是无期徒刑 如果长得漂亮 能让我为你犯错 那我愿意一错再错 我 我承认 这有些借着男女主东风上位的意思 从荣誉强的大头照 到广告牌的半身照 看看什么时候 在整个人行立牌 就完美了 熬了一年之后 我拿到了保颜名额 同样功成名就的萧淼淼 惊叹一声 天啊 祝福 他喊得太大声 饭堂排队的人目光 全都转到我俩身上 我也同时静了 名额15分钟前才公布的 他正快就知道我的好消息 祝福我吗 我再次确认 不是 祝福你这个单身狗干嘛 祝福我磕的CP 贺少和刘欣怡领证了 那没事了 我早预料到是这样的结局 对 刘欣怡收获了爱情 贺少爸得到了对象 我除了一个保颜名额 和数不清的奖学金 什么都没有了 萧淼淼白了我一眼 欠打 欠打倒是不欠 就是今天肯德基疯狂星期四 欠人非我五十 他一边看朋友圈 一边兴致勃勃的科普 他们的爱情长跑三年了 可惜了 刘欣怡收获了对象 却卷不过你了 我点了一份卷心菜 卷不过又怎么样 说不定他马上能比我少奋斗三十年了 据说刘欣怡毕业后 直接就到贺家去了 至少吃喝不愁 萧淼淼秀了一圈 你的菜下醋了 好酸 酸 我好甜口 哪有放醋 后知后觉才发现他在调侃我 我啃了口饭 理直气壮反驳 没酸 现在靠自己逆袭 我很满意 对了 领证能加素质拓展分吗 能的话我也去领一个 他敲了一把我的头 学傻了 结婚证你没对象 去哪领 好吧 但他话锋一转 确实能加素质拓展分 你去找个对象吧 我伸了个懒腰 掏出手机发朋友圈 不 我已经过了小鹿乱撞的年纪了 现在小鹿长大了 走路贼稳 还带风 朋友圈配图我特意选了重本录取通知的截图 文案 关关难过关关过 前路漫漫一灿灿 全文完